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摇铃铛 哎呦 队战方的一个铃铛有点神 观战方这跑了两只了 队战方其实可以出杀人宝宝了 队战方拉了一手这个童子 队战方这只锥子怎么控制不住呀 感觉队战方的话是吧 其实对于队战方现在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队战方继续出 再拉顺法 哎呦 队战方的一个宝宝直接是绿了 队战方继续催眠观战方人 队战方雷霆万军还是非常疼啊 但是好在观战方的话是没有什么杀伤力 观战方宝宝再被打飞一只 队战方战敌给到须眠 哎呦 观战方后盘宝宝有吸收 队战方这只高连豹子的话 直接是踩在头上抓 伤害的话还是可以啊 队战方催眠再次控制住观战方 孩子默认平安 观战方这只锥子的话有一手吸收 所以的话控制不住 观战方再次电 队战方这只须眠的话是吧 感觉 哎呦 可以啊 队战方这只豹子 观战方起因三点 打掉队战方这只高弓的一个豹子 这样的话队战方的一个进攻速度有所减缓 队战方一手战敌给到这只须眠 其实须眠能够给观战方造成的一个伤害 其实真的是微乎其微啊 对战方继续拉一手孩子 观战战方高连 对战方的一个须眠 哎呦 感觉对战方想清掉 观战方这只锥子难度很大呀 对战方在前期的一个宝宝都损失掉之后 可以看到对战方的一个攻势有所减缓 反而观战方的话是利用其人一三点疯狂打掉对战方的一个宝宝 其实拖到后期的话感觉观战方的一个胜率要高一点啊 对战方现在感觉没有能够很好用的一个宝宝了 观战方不断的给宝宝刷着鬼眼 观战方触发一手青蛇 现在轮到观战方开始反击了 哎呦 电六千 有点狠 锥子在补掉对战方的一个前排 此时对战方已经失去了和观战方抗红的一个资本 观战方高连的话也是疯狂去拍对战方的一个人 新的一回合对战方分身藏了进去 观战方高速宝宝破分身 人物继续电 根本不妨碍观战方频频出手 对战方人物的话是有一手碎驾刃 所以高连打出去的一个数据也是非常可观 对战方只能再出 拉出一个娘们搞瞬机 没劲 观战方放到对战方的一个人 天雷因果